爆料说孤仲亮呢 曾经在这个2000年 2007年 他还在日本这个逃亡的时候呢 陈水扁还跟他要2000万的政治现金 结果被砍到1000万 那么陈水扁说是因为谢长廷要选总统 要给他的 结果呢谢长廷说 根本没这件事哪有入这笔账啊 就怀疑陈水扁呢 是不是暗杠了政治现金 那么在之前吴淑珍有讲说 哦这个陈水扁当总统8年 给了这个民进党给了10亿的 让他们选举 还当中说有人拿千万 那么是不是表示这个当中没有谢长廷呢 那么如果没有谢长廷 那还有谁呢 今天民进党立委被问到的时候 都非常的地道说 哦没了解没了解 只有高志鹏挺陈水扁 说呢应该是选择性记忆 大家都只记住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又传出陈水扁暗杠企业政治现金 民进党立委躲的躲闪的闪 愿意开口的几乎都是这个答案 辅选的部分完全没有碰触到经费 所以我不了解 那当初曾经总统当党主席的时候 是不是钱几乎都是他在处理比较多 我也没有碰触到 不了解耶 完全不了解 没有听说不了解 吃不知道还是不想回应 贬系谢系都选择往事不再提 唯独高志鹏坚持不信 陈水扁假借替谢重庭募选择款 按杠一千万进口袋 有每个人有利的说法来 大家就各取所需吧 之间久远 或者说大家现在各取所需的去选择自己要记忆的那个部分 这个真的很难讲 应该只有上帝知道 继续挺到底 高志鹏选择相信 席域老板不信司法证据 总理讯会员吕嘉贤 李嘉远台北采访报道